大家好,我是牙寶江,歡迎收聽收睇財經察局 今日的題目是 Hello Hong Kong! 返港旅客僅回復疫情前的三乘, 重啟旅遊業的疤痕效應 本港2月和內地全面通關後, 內地入境旅行團重臨, 旅遊業重現生機, 但疫情前,旅野狗病的亂象也固態覆盟。 新聞畫面近期不斷出現, 大量團友聚集在土光環和紅磡一帶的街頭, 又排長龍等候用線, 到工廠門口納食兩鬆飯, 引起各界關注。 外面再令中港矛盾擴大, 特區政府第一時間拆彈, 採取管理手段, 包括政府、旅遊業監管局、 旅遊業界的代表、 飲食業界的代表開會提出緩解分流措施, 包括分流團客, 而旅遊巴限時限點上落客, 避免堵塞行人路和馬路, 初步收到成效, 暫時算是成功拆彈。 2003年, 中央為了刺激香港經濟, 包括為長大六年的通縮, 以及當時的沙士後重創韓國業, 推出了SIPA,更緊密經貿關係, 以及內地居民的自由行訪港。 其中由以自由行的力度最大, 也收到立竿見影的效果, 但同時也釀成加深內地和香港矛盾, 導致香港人不滿內地客之擾, 內地人又有民怨抵制。 如今20年過去, 中港通關後, 旅遊業不但絲毫未見改善或升級, 實際是百病重生, 旅遊賣點缺乏新意, 過度側重購物, 行業生態扭曲, 零團費, 強迫購物等亂象, 不斷透支香港的旅遊聲譽, 以低成本招來帶來大量的客流, 但就佔用本地公共空間和交通設施, 影響到地區居民的生活, 引來本地人討厭。 事件更引發我有興趣統計一下, 到底在全面解封和中港通關之後, 所引發的經濟刺激效應, 是否一如當局預期, 能夠有效吸引內地和全球的旅客, 以推動整體經濟, 甚至解決特區政府的財政赤字呢? 或是帶來一批團費只有二、三千元的平價團, 團差只是40到60元的低消費旅客呢? 值得注意是, 近日交易系統整理旅客訪港復甦的研究, 不是來自旅法局或文化、 體育及旅遊局, 而是來自金融管理局。 事源金管局的貨幣和金融穩定情況半年報告, 在3月就出了一份半年報告, 有專題探討, 香港疫後重啟, 相對滯後會不會令對訪港旅客人數造成巴痕效應呢? 隨著本地疫情趨於穩定, 特區政府相繼宣布放寬防疫抗疫措施。 五大人報告指出, 由於區內部分經濟體, 特別是新加坡, 早在2022年初已經逐步重啟, 香港的疫後重啟, 相對滯後引發了本港入境旅遊, 可能會出現所謂巴痕效應的憂慮。 所謂的巴痕效應, 經濟學家認為, 在過去疫情客觀上會對經濟、 人類的心理以及其他方面產生一定的影響。 比如, 疫情高峰過後的一段時間, 企業對未來的預期仍然不客觀, 旅客到訪的心理也受到影響, 消費行為受到壓制。 報告說, 疫情爆發前的訪港旅客高峰是2019年1月的大約680萬人次, 或者每日近22萬人次, 當中約8成是來自內地。 疫情期間, 受嚴格的抗疫限制措施所限, 訪港旅客人數急劇下跌, 都每月只有幾千人。 隨著抗疫的措施, 自去年9月起逐步放寬, 尤其是內地今年1月放寬出入境的限制。 訪港旅客人數有所回升, 但人數仍然低於疫情前的水平, 只是回復高峰期的三成左右。 如果只是集中說內地旅客, 按2019年高峰, 1月離港的內地旅客人數就多達550萬人次, 即是每日有18萬人次。 而隨著去年底實施零加三安排, 到12月取消黃馬的限制, 內地旅客仍然未見顯著增長。 情況要到1月底, 在內地正式取消外郵限制之後, 旅客才逐步回升。 我自己再翻查出入境事務處的數據, 留意到內地居民在2月初才首次突破, 每日入境的人次超過2萬人, 之後就出現爆炸式增長。 特別是在週末時間會出現高峰, 在3月18日的一天更加突破10萬人次, 是預三年的新高。 但總計3月份也只有190萬人次, 只是高峰期的三成三。 相反, 特區政府一直向全世界宣布復償, 但內地以外的其他國家入境旅客, 它一直未見明顯反彈。 在今年初解除入境限制後, 每日的入境人數保持只有1萬多人的水平, 當中只有一天能夠突破2萬人。 平均只是2019年1月高峰時的不足三成。 即使剛剛過去的週末, 有國際7人籃球賽, 但入境的外國旅客未見顯著上升。 可見政府花費巨大金錢向外宣稱。 Hello!HK的活動實際只是賭錢下海, 既浪費公帑也絲毫無法改善香港的對外形象。 金管局在報告中, 為了探討訪港旅客人數的復甦部分, 被其他亞太區經濟體制後, 偏造了一個旅客指數, 嘗試量化當中的影響。 由於當中涉及大量的數學模型, 我就不在此詳述了。 但報告的結論是, 香港入境的旅客人數, 在2月的時候, 只是恢復到疫情前約3成1的水平。 而其他亞太區經濟體, 早已恢復到5至7成的旅客人數。 數學模型也發現, 香港相對滞後的解封, 引起入境旅遊可能出現的疤痕效應。 相對受影響的程度, 只是在3個月內較為有影響, 但隨後並不顯著。 因此, 《金冠屋》的報告表明, 香港日後重啟, 相對滞後的不利客影響只是屬於短暫。 儘管《金冠屋》的報告 以複雜的數學模型作推論, 我亦無以挑戰當中的立論。 但報告存在明顯缺陷, 就是解設今天的新香港, 仍然能一如以往吸引世界旅客。 但實際上, 無論國際或內地較富裕的中產, 都明白到今天的新香港已經金飛色比了。 有調查則顯示, 現在八成的內地旅行團 都是以低廉價格招來的平價旅行團, 反映即使是內地較富裕的階層, 亦寧願選擇新加坡或東南亞內外遊。 更重要是, 訪港旅客人數的復甦部分仍然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 雖然最近訪港的旅客人數明顯增加, 但近期的供應面限制, 包括部分反映在機票價格上漲, 可能就會帶來不利的影響。 近日, 機管局開始透過航空公司送出50萬張免費機票。 有抽中的外國旅客已經反映, 機票不是完全免費的, 當中就要付出過千港元的手續費、 機場稅和行李費用。 還未計本港的酒店和其他旅行洗費, 因此最終未必會盛行。 還有一個深層次的問題是, 由土光環和紅磡一帶的亂象反映, 儘管現在入境的旅客只是高峰時期的三分一, 但旅遊配套嚴重落後, 入境接待人手嚴重不足, 加上三年來疫情打擊, 本港幾乎沒有新增的旅遊景點。 這樣我們又要自己一句, 香港憑什麼去吸引外國遊客重臨呢? 是用一部《國安法》宣傳由亂及治, 由治及卿, 還是告訴他們, 我們的新聞記者和前立法會議員 正在每天接受當局的控告和審判呢? 今集說到這裡了, 我們下星期再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